大家好,我是汽水流伤,今天我们继续讲一讲英国人经营香港的小故事。 1919年,香港第16任总督石塔市上任了。 石塔市可以说是一任比较倒霉的总督,因为从他上任开始就麻烦不断,首先就赶上了香港百年不遇的大粮荒。 香港居民的粮食来源当时主要是东南亚各国,如越南、缅甸、泰国、老沃、柬埔寨等地。 石塔市上任时,香港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50多万,对于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多,粮食问题逐渐凸显。 1918年,亚洲南部地区大雨成灾,稻谷普遍欠收,而第二年,该地区又遭受了严重的旱灾,稻谷收获仅有平时的两成。 由于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东南亚各国所产粮食,仅够当地居民使用,没有多余的出口,香港的粮食来源发生了问题。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海上的运输船只受到了战争破坏,处于修理和补充的阶段,所以香港与外地的海上运输很紧张,这让运费就上涨了,这就更加加重了香港进口粮食的困难,这就造成了粮食价格的暴涨。 原来的市面粮价一斤六分钱,几天的时间就涨至六毛钱一斤,上涨了十倍。 香港当局紧急雇佣太古洋行的轮船到中国的上海,五湖一带去买米,把粮食运到香港,港府出面定价上等米两毛钱一斤,中等米一毛五一斤,超米一毛钱一斤。 这样米荒才算得以暂时的缓解。 市大师上任的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的4月,爆发了工人为了抗议生活费用上涨,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 罢工主要是由5000名香港机器工人,他们要求资方加薪40%,反对资本家借口经济衰退辞退工人。 有26家不同企业的9000工人参加了罢工,由于罢工工人的要求得不到的合理解决,许多工人纷纷离开香港返回内地。 在广州,他们得到了广州机器工人的欢迎和支持,最后经过反复协商,4月19日,港英当局最终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提高工资32%,原来工人提出的是要加薪40%,经过讨价还价给涨了32%,这也不少。 但是随后的几个月内,新的工会大量涌现,小规模的罢工连续不断,以致酝酿成了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 后来还有规模更大的罢工,那就是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这些都发生在史塔市的任内。 先聊一下海员大罢工,它是怎么发生的呢? 一战结束以后,各国商船的客运和货运量迅速增加,轮船公司经营状况改善,获利很多,于是连续给船员加薪。 但是外国资方只给外国船员加薪,华人船员做同样的工种,甚至比外籍船员工作量大,工资却比外籍船员少很多,有些杂役甚至不给工资,他们的收入只能靠乘客的小费。 香港中华海员联合工会首先发难,致函英国的太古、茶店两洋行,还有日本的游船公司,大阪商船出事会社,要求从22年1月起,华人船员月薪增加30%,并限期资方答复。 接到海员的韩剑以后,各轮船公司开会研究对策。 会上有人说,我们雇佣华籍船员,是让他们有饭吃,而且他们的情况已经比国内的中国人好很多,但他们还是不知足,简直是无理取闹。 对于他们的信函和要求可以不理,如果工人有什么行动,就解雇他们,让他们尝一下失业的滋味,别在身在福中不知福。 大多数的公司都很赞成这种论调,结果海员的韩剑被丢至一旁,不予理睬。 于是1922年1月12日发生了全港海员大罢工,所有香港开往内地轮船的海员和抵港的英日和法美等国轮船的华工采取一致行动。 一周之内,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了6500多人,香港沿海各条航线几乎全部停顿,罢工的工人从第二天分批返回广州,到1月19日返回广州的海员已经达到了5000人之多。 3月4日,又有一批工人徒步返回广州,行经九龙沙田时,遭到了英国军警开枪射击,死了6个人,伤数百人,这就是沙田惨案。 由于罢工,香港与外地的水路交通陷于瘫痪状态,停泊在港口内无法动弹地达100多艘轮船,海面也被堵塞了,平时交通稀来攘往的自由贸易港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机的死港。 3月8日,港英当局接受了海员工会提出的条件,罢工期间被捕的工人一律释放,沙田惨案的死难者及受伤者得到了抚恤,死者每人给予一次性的港币500元,受伤者补偿医疗费,增加海员的工资,增幅为15%至30%, 罢工期间工人的工资一律照发不得扣除,这次香港海员工人罢工一共持续了56天,最终要求得到满足,算是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再说一下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是怎么发生的呢? 它其实起源于上海发生了武萨惨案,武萨惨案的起因是日本沙场,资本家镇压工人,打死了工人顾正宏,这个顾正宏当年年仅20岁,是中共党员,而且加入共产党还不满一年。 郭正宏被打死以后,首先是上海的学生,有2000多人在租界游行抗议,被英国巡捕逮捕了100多人,下午又有上万的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英国巡捕开枪,当场打死了13人,重伤数十人,这就是著名的武萨惨案。 武萨惨案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大众城市纷纷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地斗争,香港也一样。 由共产党人邓中夏和苏兆征领导,香港和广州两地罢工的人数达到了25万,罢工时间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 工人向港英当局提出了很多要求,但是港英当局一条都没答应。 6月23日,抗议游行的队伍,经过广州沙面租界对岸的杀鸡录时,沙面的英法军队开枪,当场打死52人,170多人重伤,这就是杀鸡惨案。 杀鸡惨案发生在广州,沈港大罢工之所以可以持续16个月之久。 这么长的时间,罢工的工人没有任何收入,他们怎么维持生活? 当时正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简单地说来,罢工得到了广东的国民政府的支持。 成立了罢工委员会,组织给罢工工人发放郁寒的棉衣,建立食堂,让罢工的工人及其眷属子女停饭票,在食堂用餐。 为了解决部分罢工工人的住宿问题,罢工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协调,封闭了广州的所有毒馆、烟馆,连同室内的所有空屋都整理出来,作为罢工工人的宿舍。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自身的财政也非常紧张,所以支持罢工给他们自身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对香港的影响更大,香港1925年大量的商户倒闭,政府收入大减,不得已要向伦敦借款300万英镑才得以度过难关。 1925年的10月,也就是省港大罢工,开始四个月之后,香港总督史塔士被伦敦调回了,派了一个新任总督,也就是第17任港督金文泰抵港。 金文泰是来收拾烂摊子的,一上任,他就主动并且多次表示愿意和广州政府通过谈判来解决罢工。 广州方面也挺积极,因为这个大罢工其实是造成了一个双输的局面,双方谁都受不了。 1925年12月,广州政府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香港,与港督金文泰及其他港府要员举行会谈。 会谈中,宋子文提出,要解决罢工问题,港英政府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两个先决条件。 第一,要赔偿罢工工人在罢工期间的损失。 第二,要重新安排罢工工人的工作。 港英政府说,重新安置罢工工人已不可能,因为他们的工作已经被别人代替了。 宋子文表示,可以用赔偿的方式给予解决。 金文泰说,这种赔偿要求无异于敲诈。 后来双方又在广州举行了多次会谈。 港方表示,应将罢工工人所提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分开谈判。 经济条件,港方可以与罢工工人磋商。 关于政治条件,港方愿意与广州政府作为谈判对手。 广州政府表示,如果香港当局原则上能够同意经济条件, 政治条件可以另外寻一个方式来磋商。 这里要提前说明一下,在罢工期间, 罢工工人组织了2000多人的武装纠察队。 广东革命政府宣布对香港实行严密的封锁。 派纠察队到沿海各个港口封锁香港, 不让香港的货物抵达大陆的港口卸货。 也不能往香港出口物资, 就为了让香港的公共事业瘫痪, 肉食、蔬菜、供应短缺。 对香港的封锁是港英当局最难受的。 这也是他们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的主要问题。 双方的谈判是失败的, 始终没有达成协议, 以至于都失去了耐心。 金文泰对谈判的失败并不遗憾, 他本人一直怀疑, 即使向广州支付了这笔勒索款, 能不能确保香港的永久安宁? 他认为香港目前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维持现状, 直到广州的政府被中国某一敌对将领所推翻, 结果真被他严重了。 1926年3月20日, 中山舰事件爆发。 这件事又是说来话长, 简单地说一下结果吧, 就是广州黄浦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 广州卫戍司令部的司令蒋介石, 派兵逮捕了和他同样是中将军衔的中山舰舰长, 这个舰长是共产党员李志龙, 软禁了国民党领袖汪精卫, 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团。 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 监视软禁了大批共产党人, 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插队武装。 1926年6月5日, 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致函金文泰表示, 本政府现已准备与香港政府磋商罢工事件, 准备委派全权代表三人, 希望香港也派全权代表三人进行磋商。 金文泰回复, 香港罢工已成为过去之事件, 但他已任命代表, 愿意就排斥鹰祸的问题与广州政府谈判。 7月15日, 中英谈判终于在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举行, 谈判从7月15日起至23日结束, 前后举行了五次会议, 但是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9月份,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决议主动取消封锁香港, 恢复粤港交通, 人民自由往来。 工人可以回香港工作, 也可以在内地工作, 找不到工作的, 罢工委员会继续供给生活费。 这就是省港大罢工的结果。 香港罢工结束以后, 金文泰意识到, 如果排斥占人口98%以上的华人, 香港的政局是不可能稳固的, 经济更谈不上繁荣, 他设法多让香港华人参与香港事务。 他突破了历来行政局不许华人参与的传统, 首次委任华人为行政局非官首议员。 金文泰的这一做法, 受到了殖民地大臣埃莫里和外交大臣张伯伦的反对, 他们认为华人在保密方面不可信任。 金文泰一再请求, 英国政府才同意了这一任命。 香港的经济逐渐恢复, 到1927年底, 已经接近了省港大罢工前1924年的水平。 金文泰是一个中国通, 他在就任总督前, 已经在香港工作了14年, 他熟悉中国文化, 懂得中国的风度人情。 他是1843年, 铺鼎查就任香港总督以来, 首位通校中文, 并且能够翻译粤语的总督。 1927年, 香港大学设立了中文系, 也是他大力赞助的结果。 后来港府将官吏中文中学, 改名为金文泰中学, 就是用来纪念这位重视中国文化的港督。 1926年9月1日, 是金文泰51岁的生日, 这一天新界的乡绅, 为他举行了祝寿大会。 香港历任总督, 能够获得民间团体为他祝寿的, 而且对其家庭成员也相当友善, 金文泰可以成为空前绝后。 1930年5月9日, 贝禄接任第18任香港总督, 至1935年5月卸任, 再值5年。 贝禄接任前, 发生了1929年的华尔街危机, 和中国的长期内战, 香港经济受到影响, 港元暴跌。 1931年, 曾一度降至一港元兑换英镑不足一先令, 由于情况严峻, 1931年贝禄组织货币委员会, 建议港元仍维持与白银的联系, 港元随银价自由浮动, 维持港元稳定。 贝禄上任当年, 制造业也陷于危机, 大小工厂倒闭了300多家, 占当时全港工厂数量的一半, 对外贸易额迅速减少。 由于中国军阀混战, 大量的内地人口涌入了香港, 据1931年3月7日, 全港人口普查结果, 总数已经接近了85万, 于是贝禄又颁布了一条入境法例, 凡乞丐无业游民, 患传染病, 伤残, 即不能证明本身经济充裕者, 均不受欢迎。 也就是说, 在这之前, 无论什么人, 去香港都是来去自由的。 1931年, 港英政府收入为3300万元, 支出3100万元, 盈余200万元。 此后, 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爆发, 香港税收减少, 财政困难, 港英政府设立了节约委员会, 千方百计削减政府的各项支付, 减少赤字。 同时, 聘请大批廉价的非欧级人士, 担任政府各级部门职位, 甚至医院也开始聘用华人为护士, 节约委员会建议成立市政局, 统一接管卫生局及其他部门管理的公共事务, 以减少机构节约支出。 1935年12月12日, 郝德杰就任香港第19任总督, 1937年离港, 在职一年零四个月, 是任职时间最短的港督。 1936年, 郝德杰正式发布了新规定, 凡港府公务员职位空缺, 都要在报帐上公开刊登消息, 优先由本地人士报名应典, 除非本地没有合格人士申请, 否则不能在英国照片。 港英政府长期歧视华人, 政府雇员绝大多数都是英国人和欧洲人。 贝禄在任时, 为了解决政府经济困局, 开始考虑改革雇员传统, 因为雇佣欧洲人薪水高, 费用大, 而香港当地华人和其他亚洲国家人员工资水平低。 所以贝禄解聘了许多欧洲雇员, 改用当地华人或其他亚洲国家居民。 郝德杰认为贝禄的这一计划很好, 应该继续实施。 他说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提议, 它的好处不仅在于可以节省财政支出, 更重要的是可以缩小华人与政府之间的距离, 可以减少华人对英国统治权的抵触。 郝德杰的这一项新命令, 当然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欢迎。 郝德杰任职的1935年至1937年, 香港多灾多难, 既有天灾也有人祸。 一方面由于港府长期疏于市政管理, 不关心居民的公共福利, 所以房屋供不应求, 居住十分拥挤, 公共卫生条件极差, 各种传染病流行。 1937年8月天气酷热, 九龙城区首先发现了祸乱, 随后蔓延到旺角,深水社等地。 市民死亡共达到了一千多人。 九月,台风又袭击香港, 风速每小时167里。 帆船、货艇等1361艘帆沉, 600多艘受创, 狂风中2569人丧生。 台风带来大暴雨, 又导致山洪爆发。 滑坡泥石流, 房屋倒塌, 总计水陆居民死伤一万零九百人以上, 财产损失超过了两千万元。 郝德杰任职前后正值世界经济危机。 香港火车轮船竞相减价, 港澳船大仓收费仅两毫, 还要送叉烧饭。 光九铁路双程车票仅收1.8元, 百业萧条市井苍凉, 居民难以卫生。 1937年12月28日, 卢浮国抵港, 就任香港第二十任总督。 1941年6月宣布退休离港, 再任三年七个月。 卢浮国上任时, 他面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 香港已经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攻击目标之中。 日本为了侵华战争的顺利进行, 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切断中国军用物资的供给。 1937年底, 中国沿海已经被日军封锁, 只有澳门、香港和广州未被阻断。 这时, 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只剩下了以下几条通路。 1.经由新疆地区通往苏联的西北公路。 2.香港。 3.法蜀印度支那。 1937年10月, 法国政府作出决议, 对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飞机及航空材料均禁止过境。 面对种种不利因素, 中国不得不进一步倚重香港通道。 香港和广州之间的货物运输, 主要依靠广州铁路和香港至广州的公路。 1937年9月, 日本不断就香港转运抗战物资一事, 向英国政府提出警告。 面对来自日本方面咄咄逼人的威胁与压力, 英国政府经过再三斟酌认为, 在这个问题上, 英国政府不应该与中国人作对, 除非是因为日本人的行动而被迫这样做。 1941年9月10日, 杨木齐就任香港第21任总督。 12月8日, 日军突袭珍珠港, 当天上午8时30分, 对香港进行空袭。 港督府受到了炮轰, 杨木齐躲到地洞里批阅文件, 指挥政府运作和军队抗战。 12月13日以后, 日军是打打停停, 逼迫杨木齐投降。 13日, 日军派出了小艇, 挟持杨木齐的私人秘书、 李氏夫人等三名英籍女人质举着白旗, 从油麻地码头驶向港岛, 劝杨木齐尽快投降。 当小艇靠近港岛码头时, 双方的炮火暂时停止, 日本飞机也停止轰炸, 这次劝说没有成功。 当小艇返回九龙时, 炮战又重新开始。 17日, 日军再一次派出小艇, 拾往港岛劝降, 杨木齐仍然拒绝投降。 12月25日上午, 这一天是圣诞节, 杨木齐向英军发表圣诞文告, 鼓励英军继续奋战到底, 抵抗日军进攻, 但英军的抵抗以力不从心。 下午3点15分, 香港总督杨木齐终于打着白旗, 渡海到九龙半岛酒店日军指挥部, 向日军司令九景投降, 结束了这场仅仅18天的战斗。 日军本来准备用半年的时间攻下香港, 根本没有想到香港的英国军队如此不堪一击。 港督杨木齐先是被关押在半岛酒店, 随后寄予马来亚、新加坡、 苏门达拉、关岛等地总督, 以及几位首席法官一起被日渐押解到台湾囚禁, 在集中营里他们的待遇和普通俘虏一样。 日本投降以后不久, 杨木齐从沈阳日军集中营里被苏军释放出来, 杨木齐返回伦敦,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 于1946年5月返回香港赴任总督, 陆续开展工作促进香港的恢复和发展。 1947年7月25日, 葛亮宏敌港接替杨木齐就任第22任香港总督, 直到1957年12月31日离任,再至10年。 葛亮宏在任期间面对的形势比较复杂, 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香港要恢复发展, 需要中国这个大市场, 而现在中国内地正是国共内战时期, 中共夺取政权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朗, 英国政府最担心的是, 中共可能通过在香港内部制造骚乱, 达到收复香港的目的。 1949年10月14日, 解放军占领了广州, 并且继续南下, 攻取深圳以后, 没有跨过罗湖桥, 以武力收复香港, 而是暗兵于深圳河畔。 当时解放军方面传话给英国人, 说他们的任务是维护和平, 并准备恢复贸易, 重开广州至九龙的铁路。 香港的左派报纸《轮汇报》, 发表了一篇题为, 《论中英关系与香港的前途的社论》, 其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香港正遇着最有利形势, 新中国开始建设以后, 贸易将空前高涨。 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 黄霍起来, 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 这将是历史的不治。 当时有许多人认为, 《文汇报》是替共产党说话的, 因而对他发表的文章不肯相信, 但葛亮宏却敏锐地意识到, 这是北京向港府发出的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 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 香港的现存地位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葛亮宏的预感很快就被证实了, 中共通过秘密途径传来了朱恩来的三项条件, 只要港英政府很好地遵守这三项条件, 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 这三项条件的基本内容是, 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 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这三条要求很合理, 港英政府欣然接受, 并和北京方面约定, 将此秘而不宣, 就算是中英之间的约定俗成吧。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联合国通过决议下令其会员国不得与新中国通商, 日本、加拿大、比利时、法国、缅甸等国家先后对中国实行禁运, 香港成了中国通向资本主义世界唯一的门户。 1948年, 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总值为6.1亿港元, 输出2.8亿港元, 输入4.3亿港元, 入钞1.5亿港元。 1950年, 香港对中国内地的贸易, 一下子从入钞转为出钞, 其出钞数额达到了5亿港元之多。 在国共三年内战中, 港英政府得到了两份意外的收获, 即资金和劳动力, 有数十万人涌入了香港, 到1950年, 香港人口达到了225万人, 移民之中有腰缠万贯的大亨, 有知识分子, 有技术人员和劳动民众。 这里有两张老照片, 是1949年11月2日, 保安县, 也就是现在的深圳, 罗湖铁桥, 此时过关前往香港的人明显增多, 而且这些基本上都是广东省各地的富人, 他们正在前往香港。 再比如, 上海的青帮大佬杜月笙, 大陆解放前夕, 蒋介石单独召见杜月笙, 希望他能去台湾, 共产党也秘密会见杜月笙, 希望他能留在上海。 国共两党都积极争取杜月笙, 而杜月笙既没有去台湾, 也没有留在上海, 而是去了香港。 杜月笙的决定是正确的, 而另一位青帮大亨黄金融是留在了上海。 杜月笙曾经邀请黄金融, 同他一起去香港, 但是黄金融拒绝了。 黄金融已经80多岁, 经不起颠簸了, 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 黄金融也是这么想的, 他想死在上海。 当时的人民政府对黄金融还是做了宽大处理的, 可是人民群众不能原谅他的所作所为。 黄金融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躲在家里闭门不出, 可是一直躲着也不是长久之计, 为了平息民愤, 黄金融在政府的帮助下写了一份黄金融自白书, 发表到各大报纸上。 他还听取了政府的建议, 用扫大街来向民众证明自己不再作恶的决心, 于是有了这一张黄金融扫大街的照片。 随着移民流入香港的还有庞大的资金, 这为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充足的条件。 人口膨胀使居民的住房问题凸显出来。 港英政府开始重视解决居民住房问题, 有计划地兴建连租公屋。 到1970年的时候, 香港已有近110万人住上了由政府补贴的连租公屋。 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 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 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典范。 由于工业产品外销大有进展, 同时地产建筑等基础建设行业日益兴盛, 地价不断上升, 吸引外地资金远远流向香港。 1957年,外来投资约2亿至3亿元。 这些资金除了投入地产和股票市场外, 大部分投向了工业。 该年股票成交额3.33亿元, 创造了战后的最高纪录。 伯利基,1958年1月23日接任了香港第23任总督。 第23任总督职位很有挑战性, 因为前任葛亮宏表现太突出, 在港人心目中他已经是总督的理想形象, 以致很难接受其他新的面孔。 20世纪50年代, 香港从二战的灾难中复苏过来, 转口贸易不断上升, 开始向工业化迈进。 伯利基就是就任于这个上升时期。 60年代, 纺织和收音机产品的出口成为香港的大工业, 每年可被香港带来10亿美元的外汇。 1963年, 香港大汉市民4天才能得到一次供水。 为了解决香港市民的用水困难, 伯利基打破了历任港独的传统观念, 主动向内地请求供水。 从此, 香港的用水困难, 才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 伯利基在任期间, 香港经济开始迅速发展。 60年代, 纺织及收音机出口已经成为香港的大型产业。 伯利基促成了香港从以前的转口贸易型经济, 到工业产品出口型经济的转变, 为香港之后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60年代, 香港工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又有内地大跌的移民流入, 解决了廉价劳动力的问题。 香港60年代工业还是劳动密集型工业, 而且以小型工业为主, 这种工业的特点就是需要大批熟练、 半熟练以及非熟练的劳工。 就在同一时期, 中国内地正是三年困难时期, 导致一大批人流入了香港, 在很大程度上为香港解决了劳动人口的供应。 伯利基在任的另一项建树是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在文化教育中, 重英文, 轻中文。 1965年, 香港人口共有546万人, 其中华人有530万, 占人口总数的97%, 而中文中学的学生却只占全部中学, 学生总人数的8.6%。 这十分明显地反映了香港当局在教育方面, 对中文教育的轻视。 进入60年代, 鉴于香港的政治地位, 短期内不会变化, 而经济基础又略据规模。 伯利基意识到, 为了培养一批能为当局所用的政治人才和社会领袖人物, 创立一所中文大学, 是香港社会的需要。 1963年10月17日, 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 1964年4月14日, 戴林子就任香港第24任港督, 他的任期长达7年6个月。 戴林子为香港经济的发展找到了合适的发展途径, 经济上摆正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在政治上尽量减少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摩擦, 为吸引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戴林子任职的60年代中期, 成立了三个对香港的基层企业发展, 有着重要支持作用的半官方工商机构。 1966年成立的半官方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 在促进协调与扩展香港对外贸易方面, 成为香港与海外出口商之间的桥梁。 该局在海外有关各主要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 负责处理有关贸易方面的查询, 协助贸易, 促进贸易计划以及进行市场调查等 推动贸易的各项活动。 成立后的10年中, 贸易发展局共组织了大约600项贸易拓展活动, 为12,800多家制造商和出口商服务, 处理了100多万家进出口咨询事务。 1967年成立的香港生产力发展局, 该局的职责是辅助香港工业, 促进香港工业生产力的发展, 为工业界提供各种类工业与管理顾问服务, 技术培训服务及人才培训等。 这些机构的工作促使香港本地工业和外资企业迅速增加, 据宏记在香港注册的外地和外国公司, 1955年仅有328家, 到了1970年就已经达到655家增加了一倍, 其中美国公司占172家, 英国公司占94家, 日本公司占66家。 戴林旨上任的1964年, 香港开始生产电视机, 1965年香港出口第一批电视机, 到了60年代末, 香港不仅生产硅晶体管和晶体管收音机, 还生产扩音机, 磁带录放机,计算机部件, 电子行业已经成为香港的重要行业之一。 香港是弹丸之地, 资源缺乏,市场狭小, 施于采用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模式, 而港府又遇到了这种发展模式的大好时机。 50年代初, 中国内地大量资金技术人才流入了香港, 二战后, 西方工业国家尚处于恢复时期, 国际市场工业品普遍缺乏, 西方国家又普遍主张贸易自由, 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工业模式还没有确定, 东南亚的国家政治混乱均是冲突频繁, 香港当局看准了这一时机抓住不放, 采取了适当的政策, 把世界各地投资者的经营中心吸引到香港, 这是香港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葛亮宏、伯利基、戴林芷三位总督在任期间, 香港实现了由转口贸易港, 转变为以出口为导向的国际制造中心, 制造业在香港生产总值和就业总值中的比例连续上升, 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城市, 这个工业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952年至1954年是运酿阶段, 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 使香港转口贸易受到了严重影响, 迫使港商利用从内地转移过来的资金技术人力, 重点发展本地的纺织、成衣等制造业。 1955年至1962年是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工厂和雇员分别增加了1.8倍和2.6倍。 本地制造成品的出口值, 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 1959年本地产品的出口超过了转口, 1962年本地产品出口值33.17亿元为转口值的三倍多。 1963年至1970年是香港工业起飞阶段, 其间纺织、成衣、塑料、甲发、金属制品以及新兴的电子、钟表、玩具业都迅速发展。 生产和出口规模都急剧扩大, 1970年工厂达到了16507甲, 雇员54.92万人, 制造业产值为59.13亿元, 出口值123.47亿元。 制造业在本地生产总值及就业总数中的份额, 远远超过了贸易、金融等行业, 成为香港最大的产业部门。 这标志着香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 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 感谢收听, 我是曲水流商, 我们下期再见。